我看這邊都是圖騰嗎 兩年前的時候 我們邀請了一位 專門在部落裡面 從事圖騰藝術的梅可老師 從台灣到這裡來 直接即興創作的 我還看到了這個 就是從花蓮的 泰魯格格部落裡面扛回來 他是勤奮的人 所以他跟 大家一般看到的目標不一樣 我們會把這個 我們的杯樓 放在頭上這樣子杯 對 這個是屬於泰雅系列的 它很特別的杯法 那也告訴我 自己在舞台上要努力一點 要勤奮一點 這個環境裡面 還有很多我們留下來的 老的相片 一般你到台灣看到 我們是不是都是 熱帶的民族 赤膊上陣 對 但是他們穿了碧寒衣 旁邊跟著一起玩的 還在穿羽絨服 對啊 這個照片 就是在地毯廟會的時候 那個時候零下大概三四度 然後我們的舞蹈演員 一起來過大年 連續五屆 我們都這樣子陪著好朋友 所以很多大叔大媽都會到那裡等我們 對 今年你們跳什麼 我看他們都玩得好開心 對 我們把我們部落的熱情 也通過這樣的舞蹈藝術 然後帶到這個北京來 就是使用一些圖像吧 慢慢讓大家能夠走到屬於我們的世界當中 但是又沒有很直接的 很直白的把它裝飾成部落的樣子 因為那樣又回到旅遊景點的概念 如果你只是來這邊簡單喝一杯咖啡 或者是喝一杯調酒 你絕對不會注意到這些 你注意到這些 就代表你想要跟我聊了 你把文化內涵一些特質放在裡面 是的 等待著大家有一雙慧眼 會注意到去發現 然後我們的故事就開始了 楊品華特別重視與顧客的溝通 因此他沒有選用現在流行的掃碼點單 或者平板電腦點單的方式 而是選用紙質的菜單 他不願意放棄這個 和顧客面對面溝通的機會 因為他的菜單裡藏著 關於他們的故事 看到有個小米酒叫前男友 因為我們阿美部落是這個母系社會 所以我們很容易被拋棄了 我們很容易是別人的前男友 所以很多人會問我說 那這杯酒是不是一杯就暈倒了 我說不對 我們調得甜甜蜜蜜 也是希望不管你有幾位前男友 我們希望你留住 當初跟他在一起的美好就好了 是 也許第一句的打招呼 然後他們就會發現我們從台灣來 然後又看到我們這個裡面 都充滿了故事 比如說這時候我來介紹這款 叫檳榔村之戀 這其實是一個舞蹈 那同時檳榔村就是指兩個阿美部落的男女 在這個檳榔的樹下面 然後一起談了一個戀愛 所以這個也是關於戀愛的酒 那卡蒂布的猴子是屬於悲男部落 卡蒂布是一個很多猴子的地方 所以這一款酒是充滿香蕉氣息的 一個奶系酒 抖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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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感谢观看